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这儿呢 不好意思 就你最近总被道德绑架是吧 对啊老师 怎么办呢 你怼他呀 只要你没道德 你就不会被绑架 但做人怎么能没有道德呢 有道德的人是不会随意绑架别人的 那跟没道德的人 你讲什么道德嘛 哦 你说的对 那我怎么办老师 有问题跟我讲讲 我教你 就会有一个同事 特别要跟我开玩笑 然后我生气了 他就跟我说 我就是跟你开玩笑 你怎么这么巧心眼呢 那你跟他说 我给你一刀 你别先疼啊 哈哈哈哈 工作本来就会遇到各种新鲜事 我不会 他就说 亏你还是个大学生 真的不会 你回他 亏你还是个人 连话都不会说 哈哈哈哈 老师这样好爽啊 对嘛 恶人就要有恶人膜啊 他平时自己工作完不长 让我帮他做 我不做 他就说 我为什么就让你做不让别人做呀 还不是想让你成长 你问他 那为什么就他麻烦你 别人不麻烦你啊 别人不希望你成长吗 他还爱他一小便宜 拿我东西 我不给他 他就说 你那东西都没有用 怎么不去山区区啊 你回他 你平时脑子也不用 你怎么不捐医院啊 哈哈哈哈 我遇到亲戚带着熊孩子来我家里就更烦 每次都说 他是个孩子 你介我那么多干嘛呀 那你跟他说 你小时候不把他当人的 他长大就做不了人了 都那么大人了 让他弟弟妹妹都不会 都那么大人了 连说话都不会 他最爱说的就是 有些事儿啊 等你有了孩子你就知道了 有些事儿啊 等你孩子没了你就知道了 哎呦 你买了 没了你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抖音